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Liko第29题,两数相处。 那么这题呢,它的干货挺多,也是一道蛮好的题, 但它的sumdown却非常多,这是因为它有一些特别难处理的countercases, 所以让大家比较沮丧。比如说一些countercases包括 碰到intmaximum以及intminimum,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很多overflow的问题, 所以这是这一题sumdown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好,现在我们来看这题,这题说的是给我们备除数和除数, 让我们不用乘法、除法以及模的操作来计算出它们相处的结果。 那么这里有一些countercases要提一下,因为它说我们的环境是 sensi bit3的integer,所以最小值是负2的31次方,最大的值是2的31次方简易。 那我们想想,假如被除数是负2的31次方,然后除数是负1, 那么相处是不是就是2的31次方,那么就越界了。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它说return2的31次方简易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对越界的情况,那么就returnintmaximum。 好,那我们看一下四个很简单的例子。 10除以3就是3,7除以负3是负2,0除以1是0, 1除以1是1,当然它题目的限制说了,除数不能为0。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59除以3。 这题不让我们使用乘除磨,那我们只能用减法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59一直减3一直减3,一直减到我剩下的数比3小, 那么就结束了。 比如说我们减了19次3,那么就得到了2, 那么我们就结束了,答案就19。 那这样子就太慢了,比如说我们的备除数是1亿, 除数如果只有2,那我们就要减5000万次,那就太慢了。 所以我们想想能不能让它减得快一点。 减3的话每次答案加1,我们知道那减6的话每次答案是不是就加2。 那我如果先减6,然后减不完再用3减,那样子就快了很多。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12去减,12的贡献值是4, 24的贡献值是8,48的贡献值是16。 这样子我先用一个48减,再用6减,再用3减, 所以这种时候只减了3次。 那么这里有个比物,这里是减10次。 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先用大的数减,那样就能快很多。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格。 我们知道如果除数是3,那么贡献值是1, 6贡献值是2,12的话贡献值就4, 24的话贡献值就是8,48的话贡献值就是16。 那我一开始就用48去减,答案直接加16。 然后再尝试用24,发现不够,12也不够, 6的话我们是够了,所以拿一个6,答案加2。 那最后拿一个3,答案加1,那这时候就结束了,答案就出来了,是19。 好,那我们先看看,那怎么能够比较好的实现这种算法呢? 那一开始一如既往,我们先把counter cases给去除掉。 如果备除数是interminimum,并且除数是-1, 那么我们知道相处是overflow的情况, 那就直接按题目的要求retainintermaximum就可以了。 好,这里要说一下,我们这里先用解法1, 使用long类型,接下来我们再把它refactor成解法2,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让大家更方便的,更好理解。 好,那接下来我们判断正号负号,这很简单。 然后我们使用long类型,把它们都变成了我们的新的一种类型,long。 这样子接下来就不会有什么overflow或者怎样的情况产生,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备除数或者除数, 它们可能是intminimum。 好,接下来我有个power, 那么2的power次方就是每个数的贡献值。 比如说一开始我的除数是3, 那么power是0,也就2的0次方是1, 贡献值是1, 然后3乘2变成了6, 那power就变成1, 贡献值就是2。 那如果除数变成12, 那么power就是2, 2的2次方就4,贡献值就4。 所以我们就尽量让我们的除数尽可能大, 就是让这个除数尽可能大, 但是又不超过我们的贡献数, 那么这时候循环就停止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只要我这个power是大于等于0的, 那我们就可以一直尝试。 那我看我这个贡献数, 有没有大于等于我的除数。 如果贡献数大于等于除数, 那么就说明我可以consume这个除数, 那我就把它的contribution交到result里面, 然后再把我的贡献数减去这个除数。 那用完之后, 我们power减减把我们的除数变小, 其实就除数除以2, 右翼。 好, 那最后就是看符号, 如果是正号就是returnresult, 如果是负号就是returnfuresult。 好, 那么这题呢, 它有个缺点, 我们这里用了让, leticode这道题说了, 这是一个32比3的integer的环境, 那么我们就不能用了。 那如果我们这里不能用了, 我们要去, 因为我们用了abs, 那么如果说贡献数或者除数是intminimum, 那么是不是有问题了, absintminimum那样子返回的是一个2.31次方, 它是比32比3的integer要大的数, 那么这里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undefinedbehavior, 所以我们要想方法让我们的备除数和除数不能是intminimum, 那么怎么这样才能做呢? 那这是第二种解法, 它是不用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在这里, 那我要保证我的备除数和除数不能是intminimum, 不然会可能触发一些undefinedbehavior。 好, 那其他代码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上面这灰色的框框里面不一样。 好, 所以我们要处理一下, 当我们的除数是intminimum, 那这种时候很重要处理, 因为我的除数怎么说呢? 它距离0太远太远了, 我其他数除了它自己相处, 我们知道它自己相处自己的事业, 那其他数除以intminimum都是负, 都是零点几或者负零点几, 那么都是零。 好, 那我们接下来处理备除数是intminimum的情况。 那首先要处理的就是overflow的colon cases,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return intomaximum就可以了。 那其他情况下, 我们很好处理。 当我的备除数是intminimum, 但是我的除数大于零, 那么我们知道,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用一个除数, 那这时候得到的结果是负1, 因为一个正一个负, 结果是负的, 所以我用了一个除数, 那就要往我的结果拿一个负1过来。 那接下来, 我们替归去调用, 那pass进的新的备除数就是 这个备除数再加上我的除数。 那如果他们的符号一致, 就是备除数是intminimum, 除数也是负数, 那么我们知道结果是正的, 那我这时候用一个除数, 我得到的就是答案会加一个1, 那我的备除数里面就用一下这个除数, 就减去这个除数。 那经过这一步的预处理, 那么recursive code之后的备除数, 它就不会是intminimum, 那这样子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那其他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的话就用ABS全部而散给 硬性类型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符合 recode的那种环境, 32x3的integer的环境。 好, 那这题就讲到这里, 要消化的东西也挺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